這一球 好 包袱 哇 跳得到 這球蠻厲害的 你看 你看是不是 耶 這一球 一個彈票沒有接到王平浩 接到好夠 不是高杯 還是被王平浩給借住了 比賽要殺進到一局的下半 紅隊的進攻 紅隊開入先鋒第一棒啊 也是男狀元徐茂俊 站上了打擊師 藍隊派出來的投手是吳飛 吳飛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很會撐甘跳 但事實上呢 他對棒球也是小有經驗 安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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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毛巾 安達勒 安達勒 滾出 雞毛巾 一好球 好出 三位方向喔 借外 借好球 一空 沒了 剛剛那個方向很不錯 他基本上他們就在線上 就差一點點出界了 這一球 好 包袱 哇 跳得到 跳得高 來 十二樓 好 跳接上了十二樓 果然是我們身高最高的男生 一百八十九公分 一跳起來這個球就被他給握住了 一個漢地拔從王品浩 直接把這個平飛球給揭殺出局 再來第二個上場的是 紅隊的強盪女將林思宇 那宇宙呢 他其實也是可以開大腳的一致 平飛球滿厲害的 你看 你看是不是 有這個王品浩 很好 王品浩 這一次不用跳 感覺球在他的胸口 像吃油條燒餅一樣簡單了 這個燕雷手真的是太強了 我想紅隊在接下來的球 應該都不敢往那個方向踢 再來上場的是 十一號秋勝一王子 可以越拉越來越好 王子 加油 王子 加油 這個球偏外側的壞球 放過去了 加油 三壘手是個頭比較嬌小的 人贏的 只有剛剛那兩球都往一壘方向踢 一直找到最高大的 看看王子會不會改變 投進 出進 好強 郭君翔非常聰明 讓他滾出界外 如果他在界內接起來的話 傳一壘絕對抓不到秋勝一 講話 講話喔 他在界外側的 天外側壞球 目前的球數是一好球 兩壞球 再一個壞球就保送喔 來 一休早點 同學將軍接到穿車 兩回合 憲勝一 選出一軍內野打 好棒 球生意 表現很好耶 外野 注意喔 外野 好 現在上場的是徐昕陽 手長腳長 但是其實徐昕陽啊 他擅長很多種球類 棒球倒是比較少接觸 這次也是情家苦戀啊 不過他是單元呢 第四棒 來 超級的 這次有分了 一時間爆球 王子晨高勝二壘 徐昕陽也少和一壘 好強喔 哇 超級的 好 目前呢 一分落後的紅隊 兩出局 兩出局 一二壘有跑者 緊接著上場的是 王晴昀 得點圈的 打擊機會 金球 三壘 特徐昌接到穿三壘 他出場了 豪豆 特徐昌的觀念不錯 很好 林樂 接到之後 雖然被二壘往三壘跑的 邱勝義給撞了一下 不過他還是牢牢地 抱住那個球 比賽進入不到三局的下半 紅隊的進攻 紅隊目前是1比4 三分落後 這個半局呢 也是紅隊最後半局的進攻機會了 打擊是輪到了第二輪的第一棒 徐謀俊 這一腳 一個台票沒有接到王品浩 接到豪豆 不是高飛 還是被王品浩給借助了 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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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小玉喔 小玉 注意 跑 好 耶 好 三球 再一次 好 三球 直接接上 好 四 好 三球 好啦 現在已經兩區直了 好 三球 紅隊 現在還有三分落後 中投底 好球 耶 結果 這顆球彈回了1.5公尺 我覺得現在邱聖宇 可能真的要改變一下策略 不然呢 他真的是被前後包夾 大家都等著綁 衝了 好 這一腳 邱聖宇 喂 你聽出界外 還有五天 加油 還有 球速停車了 兩好球兩壞球了 壓力大了 紅隊最後的希望 加油 女生 而且落後三分 但是已經兩出局了 對 邱聖宇要先想辦法 兩好兩壞滿球速 追腳踹起來 沒問題 比賽結束 有代見精神 比賽結束 剛好比賽結束的結果是 藍隊以實在比例 打敗了紅隊 下下了比賽的成績 就是藍隊在主壘球項目 面對紅隊 第一次 第一次啊 拿下了勝利啊 終止了對紅隊的三連敗